魔法小學堂 回憶到魔法小學堂 大學生生生 回憶回魔法堂 想到變成小城 真的假的假的真的 我的幾場都是魔法 只希望你能看到 開心 又到了魔法小學堂的時刻了 小朋友準備還要來 學魔術了嗎 沒錯 我在學魔術之前 今天的這個表演來賓 很厲害 超厲害 多厲害 她從來不知道 第二名是什麼滋味 這麼厲害 什麼意思 為什麼呢 就是都拿冠軍的意思 她都拿冠軍 要拿冠軍 要嘛就是被人家受邀 去國外表演 對 厲害 非常優秀 非常優秀 而且呢 她是一位女魔術師 各位先生 各位先生 讓我們好好的歡迎這位魔術師 陳冰芊 終於可以看到冰芊姐姐的表演了 每次冰芊姐姐都是教一些 教我們一些比較簡單的魔術 讓小朋友可以比較快上手的 但是今天冰芊姐姐要來 對啊 要來使出了真功夫了 馬上歡迎我們的冠軍臉 陳冰芊帶來的魔術表演 我知道有很多小朋友 可能會跟我小時候一樣 我們睡覺會點什麼 小夜燈 小夜燈 沒錯 其實我非常喜歡小夜燈 以前我也會把手伸向我的小夜燈 然後就跟自己的手引完 對耶 有光 然後就會有影子 對啊 今天我帶了一個 礦泉水 特別邀請檸檬哥哥 檸檬哥哥 是 礦泉水 請我喝礦泉水是不是 這個水是非常特別的 你們可能不太相信 冰芊姐姐想要照顧你的身體健康 多喝水 想哭就倒立 一飲而進 快喝 喝完它 真的水喔 對 你們可能不相信 但是其實檸檬哥哥喝完這個水之後呢 他就有控制影子的能力喔 欸 是魔法水 喝完了 魔法水 來 檸檬哥哥 站到布幕這邊來 伸出你的右手 來 貼著這個地方 貼著這邊 剛剛這個是檸檬哥哥喝過的 礦泉水 倒出來很好 對 平常我們把瓶口朝下 水會怎麼樣 流出來 往下流 但是我們只要把瓶口蓋好 倒過來 按好的話它是不是就不會流了 對 堵住 檸檬哥哥 是 看著白色布幕那邊 想像一下 現在你看到的瓶子的影子 其實不是瓶子 是瓶子 所以現在瓶口慢慢的 慢慢的 坐到了你的手上 你用手頂著它 我頂著瓶子 想像喔 準備好了嗎 好 想像一下 那影子就是物體 仔細看 一 二 三 等一下我數到三檸檬 手 抽開來 好嗎 準備好了 一 二 三 放在那裡 很有趣對不對 對 你很厲害耶 我可以控制影子耶 擋住了影子裡面的水耶 如果我走在公園裡面 看到草地上有一隻風車 我可以跑到旁邊 對著風車的影子 輕輕的吹一口氣 好可愛喔 不只是這樣喔 用我的手也可以 可以 或者你可以拿出你的剪刀 看到那個你很喜歡的氣球 做得太大了 被吵了 不過你們都有這種 控制影子的能力 破掉了 氣球 別擔心... 今天我還帶了一個禮物 要送給大家 好耶 大家喜歡禮物嗎 喜歡 喜歡 你可以幫我拿起來 一張紙 這不只是一張紙 這是我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大家知道禮物 最重要的是要有心意對不對 對 今天我非常有心意 因為我要現場做 這個禮物送給大家 看我的巧手 剪紙 剪刀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對 城堡 對 城堡 城堡 一個禮物 還差一點東西 還差一點 還差一點 看得出這是什麼禮物 插了蠟燭的城堡 對 這是不是就是一個蛋糕 來幫我把蓋子蓋起來吧 蓋子放桌上是不是 對 可以看到漂亮的剪紙嗎 有 然後把蛋糕放進去 打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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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真的嗎 就可以變成一個真的蛋糕 好棒喔 誰生日 真的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真的 謝謝冰箭姐姐哥們帶來 這麼精采的表演 芋圓小公主 真的是很厲害喔 厲害 好棒喔 你看我們魔法小學堂啊 真的是節目內容非常的豐富 除了要教大家學魔術之外 還要教大家下上棋喔 下上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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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棋要怎麼下呢 這就讓我來教大家吧 來 借過一下 其實我今天先問一下 小朋友看到看過象棋啊 有 你們會下象棋嗎 會 真的 或下一個兩邊的那一種呢 對 會 我好像也看到那一種 會 非常好 你們知道象棋其實是中國 流傳下來的一種遊戲 對 它就是戰爭演化過來的 問各位小朋友一個問題 象棋裡面哪一種棋子的數量 最多 最多 兵跟竹 對 就是兵和竹 所以今天 我用兵和竹來講一個故事 其他的 我就拿到旁邊去 兵和竹就是 那個戰爭裡面的小兵嘛 對 就會在前面衝鋒陷陣 對 跟對方的士兵這樣打在一起 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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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時候戰士打不可開交的時候 軍師下達了撤退的命令 撤退 他們要怎麼撤退 像這個樣子 就撤退了 可是這樣子 兵跟竹就混在一起了 對啊 當然會有人職 然後你看這是 竹 竹 竹啊 這邊兵 對不對 兵 兵啊 他們就完全的撤退開來 鋼虎是 鋼虎是交叉槓的嗎 對 鋼虎是打戰 我們知道你們剛剛一定沒有看清楚 沒有關係 因為戰爭又開打了 又開打了 對 竹 殺 對 他們會全部交叠在一起 殺 竹是什麼顏色的 黑色 鋼呢 紅色 一黑一紅 黑 黑 紅嘛 林孟哥 你來當軍師 好 兄弟們 吃飯啦 幫我一個忙 把上面三顆起司移到旁邊 三顆 對 一起拿起來 三 一個旁邊 非常好 對 移開來 撤退完畢 足 對不對 足兵 足 完全 黑色然後一邊紅上來 完全撤退 哇 但你會發現這樣子沒完沒了對不對 沒完沒了 對 但這時候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呢 紅軍的那邊 有臥底 臥底 好 自敗 什麼臥底呢 臥底 就是呢 他們抓出了四個嫌疑犯 好 這時候 一號拿起來 好 沒事情 二號 沒事情 四號 沒事情 這三號拿起來呢 告訴我他的真面目 他是黑隊 敵軍的 派來的小竹 所以他被發現的時候 他就很緊張地跑到了角落 所以其他的小兵呢 全部呢 擺開了正式 他們 追啊 對 要追他 布下的這個天羅地 一個一個 一個呢 跑到了 小豬的身邊 一個一個 跑到了 小豬的身邊 瞬間 心裡馬啊 包圍他 厲害 但是 這個敵人啊 伸手腳接了 他一個 空翻 跑到了兵的身後 而且呢 跑到了旁邊 另外一個角落 我是忍者嘛 當然這些兵 不甘失落 擺出了第二個 五星八卦陣 他們呢 想要一口氣呢 包圍他像這樣子 瞬間 但是但是還沒有結束 還沒有結束 因為這個族呢 不僅伸手腳接 而且力大無窮 把一個兵撞開之後呢 又衝到了另外一個地方 橄欖球嘛 對 像這樣打橄欖球一樣 為什麼他這麼厲害 因為其實他不是一個 一般的小兵 他呢 是一個大將軍 原來 大將軍跑來前線 這些小兵嚇傻了啊 糟糕 怎麼辦 這些小兵呢 想說 沒關係他才一個人 他們決定鼓起勇氣 想說 勤賊先勤王 只要抓到他 就怎麼樣 就贏了 對 就贏了 所以他們準備好 一次呢 向這邊進攻 慢慢的開始 向前移動 加油 神秘的預言魔術 讓現場尖叫連連 現在是大師級耶 從未有魔術師敢挑戰的 奇幻魔術即將上演 沒有任何一個魔術師 可以挑戰這個魔術 更多精彩魔術 馬上回來 準備好 一次呢 向這邊進攻 慢慢的開始 向前移動 加油 好酷喔 好酷喔 包圍 抓到了 將軍戰爭結束 太平年了 蛤蜊不吃雖 太平年 蛤蜊不吃雖 太平年 這魔術好酷喔 對啊 要打一戰爭 所以必須要先熟圖孫子冰法 對 對 我今天也帶來一個魔術 要教給大家 比較簡單一點的 好耶 要教學嗎 要 要 那接下來就讓我先準備一下 好 今天我帶來這個東西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回文針 對 這是回文針 來 給我個位子 我想請傑森幫我 我拿一些回文針給你 來 這裡選一個你喜歡的 是一樣嘛 可是其實每一個回文針 有不一樣的名字 像這個 這隻叫做小回 小回 哈囉 其實這個小回跟我感情很好 他會聽我的話 鏡頭可以靠近一點 有印的到 起床囉 起床囉 喂 喂 起床囉 跟大家說哈囉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為什麼啊 而且呢 他不當然會動 如果他聽到有美妖的音樂的話 他還會跳舞 真的嗎 5 3 3 2 1 太快了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這個小回來說 好有一點困難喔 好酷喔 對 跟得上學獸了耶 小回文針 很合力的耶 真的喔 很可愛的小回對不對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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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姐姐 這個是可以教的魔術嗎 對啊 教你什麼 讓回文針跳舞 動起來 好喔 好 小朋友準備還要學這個 讓回文針跳舞的魔術了嗎 要請大家準備以下的幾個東西 兩根火柴 強力磁鐵 有紙盒的回文針 刷麵膠 剪刀 好喔 大家都準備好 剛剛冰淺姐姐說的材料了之後呢 趕快一起來 讓回文針動起來 好 好 來 好 教學時間了 首先我們先拿起自己的回文針 我們要把裡面的回文針先拿出來 先留著這個空的盒子 好 接下來我會剪一小段的雙面膠 一點點就好 像這個樣子 黏在盒子的盒底 最底部這裡 我們要把強力磁鐵 固定在盒子的底部 把它裝在裡面 對 裝在裡面 黏好 接下來我們要拿起自己的火柴棒 如果沒有火柴棒 用牙籤也可以 我會把它摺三摺丟到盒子裡面 為什麼呢 好奇怪喔 因為我希望在盒子裡面製造說 好像有回文針的聲音 像這個樣子 可能有人問說 那我放回文針進去不就好了 對啊 會被吸住 可是 會被吸住 磁鐵吸住 搖搖就不會有聲音 所以現在就是 對 所以現在這裡是火柴棒 感覺好像有回文針在裡面了 你的觀眾就會認為說 裡面有回文針 對 那另外呢 我們自己還是要 放一些回文針進去 我大概會抓 五到六根回文針 把它排在一起 像這樣子 很整齊的喔 放在磁鐵上面 我會這樣吸在一起 這樣子我等一下 隨便一拿就可以拿起來 就不用收集很久 對 不然就要這裡拿一根 那裡拿一根 而且還會被磁鐵吸住 好 跟磁鐵拔 準備好像這樣子 我們把盒子蓋起來 就可以帶去表演囉 哇 太方便了 很簡單耶 對 那表演的時候 也有幾個步驟要特別注意 一開始我會先 不經意地搖一搖 對 不經意喔 不是說 你聽 觀眾都會太刻意了 太假裝了 好 打開來之後呢 把回文針拿起來 給你的觀眾 隨便挑一根 好 挑一根之後呢 你可以跟大家說 這一根很特別 你挑的不是其他根 就是這一根 非常特別 它有魔力 對 它有魔力 把它放在自己的手巾上面 接下來呢 我的手 會慢慢地靠近盒子 也就是裡面有磁鐵的地方 仔細看喔 慢慢地靠近 靠近 靠近 到磁場的距離呢 到磁場的距離 近一點它就會立起來 然後你稍微移動它 左右移動嗎 左右的動 酷喔 那如果你想要它跳舞呢 你就動快一點 看起來是不是很像在跳舞 有佳佳的好活潑 那當然如果表演結束 你只要把手往上一提 好像它就不會動了 就可以拿給你的觀眾試試看 先將強磁用雙面膠固定在紙盒內 將兩根火柴折斷放入紙盒內 製造盒子內 有很多回文針的聲音 將五到六個回文針 排整齊吸在磁鐵上 蓋上蓋子就可以開始表演囉 表演時拿出一盒回文針 不經意地搖晃讓觀眾聽到聲音 打開盒子 拿出所有的回文針 給觀眾選一根 把這根回文針放在手心上 手靠近盒子 手進入磁鐵的磁場內 回文針就會站起來囉 手左右移動 腰晃控制回文針 讓它移動跳舞 手離開磁場區 魔法解除 回文針又移動也不動了 交給觀眾檢查 好 大家都學會了對不對 玩這麼High 你有沒有想要知道為什麼 是什麼樣的原理造成這個回文針 可以這樣跳舞嗎 對耶 到底為什麼原因 它會跟著我的節奏一起 你確定它是跟著你的節奏嗎 不確定 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問一下Penny老師 對 好 剛剛冰芊姐姐教我們的魔術 是不是很神奇啊 對啊 其實呢 它是利用 磁鐵的超巨力的特性 所變出來的魔術喔 超巨力 對 沒錯 聽起來很可怕對不對 對啊 好 我們現在呢 來讓這台車 我們來做個實驗 是 現在我們要讓它動 有沒有哥哥可以 讓它動一下嗎 動嗎 對 動 好 我們都看到它剛剛 是不是推了它一下 對 怎麼會動 這種我們要碰到它 它才會有反應的 這種我們就是接觸力 好 接觸力 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手上有一個磁鐵 對 它就動了 我們磁鐵 在不用接觸的時候 就會有一股力量 這種就叫做超巨力 老師 那我有疑問 是 我也可以 不碰到它的方法讓它動 是 好 看喔 好 它剛剛吹它是不是就動 好 其實它只是利用 我們中間你眼睛看不到的空氣 它推動了中間的空氣 這個也是接觸力 這也是接觸力 對它的接觸力 對 沒錯 我沒有超巨力 真的 不要難過 我們其實加電裡面 其實也會用到磁 比如說像這個 大家有用過這個 電子 好 充電子 烏火鍋的時候 對 沒錯 好 那你有發現到它有火嗎 沒有耶 沒有火對不對 沒有 那它為什麼可以加熱鍋子呢 是因為我們通電之後 通電之後呢 好 通電之後呢 裡面的電 它在旋轉的過程中 會產生磁性 那磁性呢 會讓我們的鍋子裡面的磁呢 它也會旋轉 這個時候就會產生熱能 鍋子裡面也有磁 所以我們要放金屬的鍋子 不能放塑膠的鍋子 對 它就不會有反應了 是 好 我現在也要來做一個實驗 我來證明說 這個裡面其實是有磁性的 我現在這邊放一張鋁箔紙 好 然後呢 好 我先把它給壓住 好 嗯 你有沒有發現到 它跳起來了 為什麼 這是因為裡面的磁 跟這裡的磁 產生了相似的特性 對 好酷喔 對 沒錯 哇 老師這個是證明 這個電磁爐裡面 真的有磁性對不對 對 沒錯 那小朋友要做這個實驗的時候呢 在家要小心 你不然讓它一直壓在這個上面 不然它會起火 對 所以 所以我們在家裡面 要找爸爸媽媽一起 陪同做這個實驗 對 沒錯 要做這個實驗 還是要有大人在身邊才可以做 知道 那老師 這是一些生活上的發現磁力的地方 那有什麼好玩的小遊戲嗎 好 我們其實呢 還可以拿磁鐵呢 來做一個遊戲 你們看桌上有三種鈔票對不對 我知道 其實呢 我們的鈔票上面呢 有非常多的防偽技術 那 有一種防偽技術呢 就是它的墨水 一列印它的墨水 其實是含有磁性的 對 我們先來看這一張 磁性的墨水 童童姐姐幫我拿著 好 仔細看喔 有耶 再一次 對 你看喔 再試一次 然後我再拉起來 對 好 真的有跟著走耶 對 所以其實小朋友 如果你下次可以拿 拿到磁鐵的時候呢 你可以先把你身上的紙鈔 拿出來試試看 然後後來對 你就可以知道 原來我們的錢呢 上面其實是都有 含有磁性的墨水的喔 那學到了這個新的知識呢 現在我們就要一起去戶外教學囉 好累喔 頑皮的硬幣 瞬間出現又消失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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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預言魔術 竟然現場尖叫連連 真的耶 檢查一下 真的是大師級耶 更多奇幻魔術 馬上回來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真的喔 好開心喔 好開心喔 等一下 為什麼要這麼遠遠喔 等一下 為什麼要一直跳 等一下還有一點余震 好 你們有點頭暈 大家大家吸氣一下 吸氣 深呼吸亂靜一下 為什麼我們要這麼雀躍的開場呢 因為我們今天來到一個特別的地方 今天要不要尋找 一位很厲害的人 誰 他是金牌 金牌 什麼金牌 冠軍的意思嗎 冠軍的意思喔 亞運金牌 找一找 他在哪裡 找一找 金牌 等一下 你看他們這個很厲害 金牌教練教出來的冠軍學生啊 教練又是金牌 學生又是冠軍 這個真的是不得了 趕快見識一下 男生女生都冠軍 我們來找一下金牌教練在哪裡 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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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金牌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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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猛了 跟你們講教練可厲害了 他是這個 跟大家說一下你是什麼的 這個金牌冠軍 我是亞洲取消檢標 是安瑪的金牌 安瑪 教練來… 拿中間… 教練你練多久了 我練了二十幾年了 教練不是才十八歲而已嗎 沒有…今天才十 三十 所以教練從十歲就開始 我五歲就接觸體操 我的天啊 好年輕喔 對 我從小就在這個地方練的 所以你在這裡長大 對 這裡是 我的母校 三明國小 好感動喔 還有一個天后也有在這邊 就是一起練習過體操 真的假的 對 教練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的蔡依林 因為她在演唱會上面 就是有表演過很多的 很令人驚豔的一些 體操 對 我們一般人好像很難做到 譬如說那個環啊 不斷地挑戰自己的極限 對 安瑪就是蔡依林之前 也是來這邊練習的 那既然安瑪的項目 都是男生在做對不對 對 那有沒有就是可以讓 童童姐姐或者是冰芊 那種女生 可以挑戰一下自己挑戰的 對啊 女孩子一個比較特色的運動項目 就是我們的平衡目 平衡目 平衡目 那我們可以去看看嗎 好 沒有問題 好可愛耶 嗨 你們好 哈囉 小朋友你們好 好 教練他們現在在練習的 就是平衡目嗎 是 這就是平衡目 所以他們現在在做 在平衡目上踮腳 對 就是練一些 比較基本的平衡的動作 那這教練我也想玩完看 可以嗎 好啊 你想玩側翻嗎 我不要走 我絕對 絕對是會在上面就是出球的 我想喝著一些 我們先慢慢來 簡單的 簡單的 好 簡單的 我們先比較簡單的 流動的動作來做練習 好 我突然有點想打最常圖 桶桶 那教練你要保護我 好 沒問題 好 有教練在不需要你 有教練在 有教練在你就可以在旁邊 通過要你就是踢前 我們看就好了 實在要打 但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踢就好 好 下面腳沒關係 好 盡量打 盡量打直 OK 不好意思 小心 小心 要開始耶 小心 往左跌教練會輔助你 好 我要跌我也是左跌 對... 一定要左跌 左跌... 好 我們還是不要跌架好 好 我們就乖乖的 別忘了 走就好 我們就乖乖的 就走過去嗎 好輕盈喔 右跌 我可以怎麼回來了 我可以回轉 1 2 不行 亂再 我再一次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好厲害喔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嗎 我可以下來了嗎 可以 教練 教練 教練好不好 謝謝 我要去扶還不讓我扶 你們兩個還把我拉回來 你們都幾年級 一年級 大班 大班 天啊 好爽喔 大班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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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是 喜歡 你跟我們說 為什麼不喜歡練 很辛苦 拉筋很痛 是不是 可是基礎剛要打好對不對 對啊 好喔 希望你們小朋友都加油 以後跟教練一樣 都變成金牌選手 好不好 變台灣之光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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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冰芊姐姐跟博生哥哥 變魔術給你們看好不好 好 加油 加油 好給面子啊 真的 好 趕快 冰芊姐姐還有博生哥哥 要來變魔術給大家看囉 沒錯 沒錯 今天我不只是一個魔術師 我還是一個 模仿造型師 看什麼的造型啊 然後看到這邊 有一堆什麼 什麼 所以我想要用氣球 來幫小朋友裝扮一下 挑一個 誰喜歡氣球 誰想要自願 誰自願 好 就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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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妳比較 好 妳感覺比較重 有沒有 有 有 是什麼 好 法國皇帝 拿破了的帽子 你跟他們的對服 是一樣顏色的耶 真的 太帥了吧 好酷喔 是一個厲害的國王 還需要一個武器 這個 什麼武器 寶劍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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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奈的感覺 對 但寶劍 這樣萬一出紋在外 你不然就拿在手上 所以你需要劍翹 對 這樣 好 這樣 這個位置 柏特哥哥幫你做了一個 可以放寶劍的地方 好華麗 我做完這個造型之後 它就變成一個 小小的魔法師了 接下來我要用到這個東西 你知道這是什麼 撲克牌 撲克牌 好厲害 聰明… 你們知不知道 撲克牌裡面 也有四個國王 你知道嗎 我 有人說 K K 有人說 K 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看 我們最上面跟最下面 現在都不是國王 對 我要請你用這把寶劍 幫我呢 把國王叫出來 好 親近的幫我 在這張牌上點一下 好 太輕了 應該魔法不夠吧 看一下第一張 好 好 出來了 好 一張幫我拿著 一張幫我拿著 國王果然是洗得更亂 好 再洗一洗就帶 有 好 我把它洗亂 好 洗一洗 我用一個特別的方式 你看 一陣一反 有陣有反 把它洗亂 好亂好亂 K都藏在裡面對不對 你就不知道是哪一張 對吧 請妳幫我點一下 給我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還記得剛剛是不是 有陣有反的牌 對啊 對 點完之後你就發現了 每一張牌 每一張牌 全部都放到對面 有一張牌跑出來了 好厲害 好厲害的國產 好棒 國王好棒 對 現在要幾張國王了 三張 幾張幾張可以看一下 那還有一張 還有一張 我知道了 剛剛都發生在我的身上 接下來 請妳手攤開 三張國王 把它拿好 最後一張 我順便挑了一張 這是什麼 愛心 把它放在妳的手上 用妳的寶劍輕輕地敲一下 好 寶劍給我 你敲了 打開來看 好厲害 好厲害 謝謝妳的朋友 恭喜妳就是 事實上最厲害的 柏樂 好厲害喔 原來柏城哥哥 不只是魔術師 竟然也是一位造型師呢 真是太厲害了 接下來 冰芊姐姐要帶來 什麼樣的魔術呢 在表演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個小朋友 好認真喔 是誰 這是我 妳叫什麼名字 書燕 書燕可以叫 書燕 書燕 書燕我可以叫妳小燕嗎 可以 小燕 好開心喔 很喜歡這樣叫 小燕其實我剛剛 一直偷偷地看著妳 因為我發現 妳身上有帶一個東西 在妳的耳朵這邊 有門亮亮的硬幣耶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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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你看喔 這麼硬幣 看得到嗎 看得到 看得到 小朋友看得到 那我的手心 輕輕幫我這樣 吹口氣 它就會消失不見 小燕妳會不會醒鼻涕 會 等一下… 我幫妳… 來 1 2 3 好 妳怎麼知道在妳鼻子裡面了 妳知道在鼻子裡面了 怎麼會這個樣子 好酷喔 今天除了小燕身上有帶硬幣 姐姐自己也有帶硬幣喔 來 先幫我拿著妳的硬幣 今天呢 姐姐帶的硬幣很不一樣 你看很特別對不對 中間有一個洞 有一個洞 小燕幫我剪拿一下 這是古幣 好 看看 中國的錢幣 然後還有這個 你看這個是 窮幣 窮窮窮 也是硬硬的 等一下呢 我想請大家跟我玩一個小小的遊戲 好 三枚硬幣 顏色是不是不一樣 是不是 哪一個硬幣最亮 這一枚 這一枚… 對 我想讓大家呢 眼睛要很快喔 要注意看銀色的這一枚 猜猜看銀色的硬幣在哪裡 準備好了嗎 好 猜一猜喔 看一看喔 示範題 第一題 怎麼拿出來 請問銀色的銀幣在哪裡 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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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手上 你們說口袋 公布答案 我剛剛把銀色的拿走 手上怎麼會有呢 我是不是拿到口袋 口袋 這邊來說還看得不知心 來喔 這邊的小朋友不錯 那我再烤烤袋等一下 困難一點點 好 難度提高 這次難度提高 為什麼提高 因為今天我要拿兩枚 注意看囉 我想起 這個哥哥 請問你剛剛看到 銀色的硬幣是在手上 還是在口袋裡 手 手上 我也覺得 手上嗎 你的視力可能不太好 因為 我手上是另外兩枚 銀色的硬幣 我剛剛都拿到口袋裡了 哪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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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記錯還是你們看錯 你記錯了 你記錯了 我記錯了 那我再一次 我們再一次 慢一點 對 慢一點再一次 看的是最亮的這一枚喔 好 看清楚喔 我把它握起來 慢一點… 怕我們都記錯了 是變這個 第一枚 銅幣 對 銅色的硬幣 是 第二枚 我拿到的 有個洞的硬幣 有個洞 中國的古幣 好 請問各位小朋友 請問 銀色的硬幣在哪裡 手上 仔細看 抬一下手指頭 好 硬幣 變到我的口袋裡面了 請彤彤姐姐幫我一個忙 好不好 好 請妳把手伸出來 建給我 好 三枚硬幣 小朋友看得到嗎 幫我握起來 剛剛都是在我的手裡 這次我要在彤彤姐姐的手裡面 好 大家看清楚了 我 等一下不要握太緊 我拿一枚出來 鬆鬆的 妳在玩什麼遊戲啊 鬆鬆的 我拿不出來啊 好 我拿一枚出來 放到我的口袋裡面 銀色的硬幣 銀色的硬幣 在哪裡 來 學學學 很堅定喔 有人猜在手上 很真諦 只要彈一下手指頭呢 彤彤姐姐把妳的手打開 就變得出來了 好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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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淺姐姐好厲害 好厲害 好厲害 謝謝冰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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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好開心喔 對啊 冰淺姐姐跟博生哥哥的魔術 都很厲害 而且啊 我們體操隊的小朋友 也很棒對不對 對 好 來 你們告訴他們 你們是什麼國小 三民國小 你們是什麼隊 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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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產生了神奇的變化 怎麼可能 不用把茶包放進去就可以泡茶 對 怎麼可能 太奇怪了 太快了吧 從未有魔術師敢挑戰的奇幻魔術 即將上演 沒有任何一個魔術師可以挑戰這個魔術 為什麼 更多精彩電容 你千萬不能錯過 我最早都是魔術 只希望你如何 太開心 又到了 魔術大來賓 可以看精采的表演了 今天這位來賓呢 自信有來過 而且他的表演呢 很精采 很嚇到大家 好 歡迎魔術大來賓 金城冠玲老師 謝謝老師 好 大家好 老師好 老師好 你們好... 老師有沒有想念我們小朋友 非常想念 這麼可愛 可能揉了他兩下 多揉兩下 好 今天呢 節目一開始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很喜歡的一個魔術 曾經有一位美國探險家說過 想要了解 未知的事物最好的方式 就是親自去體驗 親自去體驗 所以接下來呢 我要準備這個東西 壺 一個透明的壺 還有一個茶包 我要麻煩童龍姐姐 妳可以幫忙 麻煩妳用手拿著 妳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壺裡面 有沒有什麼奇怪的裝置或是 是透明的 完全透明的 不會有任何奇怪的東西 對 接下來呢 我這邊有個茶包 茶包 這個茶包呢 等一下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裡面的成分 成分喔 轉移到這個壺裡面 簡單來講就是 怎麼可能 不用把茶包放進去就可以泡茶 對 來 檸檬哥哥麻煩妳 各位 我現在加點水在裡面 好 眼睛丁的茶壺 千萬不要眨眼睛 不然等一下呢 妳會錯過這奇蹟的瞬間 老師妳在幫它加熱喔 紅茶 怎麼會 當然我們要測試一下這個茶呢 是不是真的紅茶 太奇怪了 太快了啦 這怎麼會瞬間變成紅茶 喝一下 確認一下是不是真的紅茶 是嗎 這紅茶 還又甜耶 還加糖了 好熱喔 要不要喝喝看 喝喝看 小朋友是不會說謊的 是真的紅茶嗎 是對不對 好厲害 好 不過呢 剛剛只是我的開胃小菜而已 開胃小菜 好 接下來我要做的是 讀心術的一個表演 好 簡單講 我要讀你的心 所以我準備的是 撲克牌 好 不用緊張 兒童版的讀心書 對 稍微看一下 這個撲克牌是每一張牌的 花色 數字都有 幫我們看一下 好 花色 數字都有 OK 完全不一樣 對不對 好 童童姐姐 妳也要幫我確認一下 好 OK 完全不一樣 有 有近視嗎 要不要近一點 太近了 太近了 OK 等一下我要做的事情 是這樣子 我會撥動撲克牌 然後妳喜歡的時候 幫我喊停 我就會停下來 OK 預備 開始 停 好 OK 自郎 這個位置請妳先暫時按在胸口 妳自己一個人偷偷看就好了 傑森想看嗎 不能看 全場只有妳一個人聽到就好了 哪招啊 童童 OK 好了嗎 緊緊的蓋住 好 接下來我要透過 透過你的雙眼 肢體交流來拆到妳的牌牌 眼線接觸 對 應對我 好 我大概有感覺了 那我要把它畫下來 好 可能準備了一個畫本 你看得出什麼端倪 眼前很漂亮 謝謝 好 OK 畫本呢 我先把妳的牌 畫在這上面 真的假的 看我的眼睛都知道 這個還滿好的素質 還不錯 還不錯 我滿喜歡的 好人運的素質 這個也不錯 這個也不錯 好 OK 我畫好了 童童姐姐 如果沒猜錯的話 妳選了撲個牌 是 梅花A 是嗎 是嗎 老師 我就跟妳說 我不會承認的嘛 猜錯了啦 妳猜錯了 老師 真的假的 我不知道妳看我 真的假的 妳不用騙我咧 不行 我一定要給小兵看一下 妳要看我佐證 真的猜錯了啦 是什麼... 真的假的 我看一下 妳可以看了 妳可以看了嗎 童童姐姐 妳手法還不錯 妳換牌換很快 方塊舞 我沒有畫完 妳們剛剛都誤會我意思 我畫的不是一張牌 我畫的是一整幅牌 就是第一張 從頭看到尾 我這樣子 加一點厚度 有沒有 它就有一個厚度在 其實它是五十二張牌 所以五十二張牌裡面 其中有一張 就是妳的方塊舞 仔細看 好 為什麼 眼睛盯著畫 妳要離開 好痛喔 我確認一下 是不是真的畫在上面 真的耶 真的耶 真的嗎... 真的 我摸... 我們看一下... 我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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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是真貴敏了 真的是大師級耶 還想再看嗎 想... 這樣不夠... 不夠 還要再來一個是不是 一定要 好 那接下來 這個魔術呢 非常的厲害 沒有任何一個魔術師 可以挑戰這個魔術 哇 為什麼 這個魔術呢 其實因為它名字的魔術 名字 叫什麼 我這邊準備了一個板子 然後上面有三個小白板 它的名字叫做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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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 O S 這發得了音嗎 好 這個的意思呢就是 W 我 好帥 所以是 條件就是因為很帥 對 因為沒有其他魔術 是有像我這樣的條件 好 OK 接下來是這樣子 我這邊呢 有一些英文的字母卡 好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些什麼V啊 很麻煩 A A 這26個英文字母都在這裡 Q OK 接下來這樣子 來 佳佳 麻煩你 你會像這樣子 把鋪個牌攪動一下嗎 隨便攪動一下 攪動一下 攪動一下 對 攪動一下 因為你看起來很會 很會攪貨的感覺 還不錯耶 佳佳 這樣子 我要你從這副牌裡面 隨便挑起一張牌 先不要看 先不要看 就偷偷就放在我手上就好了 好 好 OK 所以你知道你抽了什麼嗎 不知道 現在這邊有數字 1 2 3 你告訴我 1 2 3你想要放在哪個位置 2 我喜歡中間的 2號 2號 帥 2號嗎 接下來 你把這個牌交給 旁邊 一樣 先隨便洗一下 腳動一下 腳動 不是那個腳 喜歡以後 一樣選擇一張放到我的手上 不要看 好 現在剩下1號跟3號 你告訴我 你想要放在哪個位置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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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1號 OK 好 接下來 牌給我 傑森旁邊的這個 你看 沒有 開玩笑 等一下 乍看之下 你好像只剩下3號可以放 對不對 但其實我告訴你 傑森 你的權力最大 1 2 3 你都可以選擇一個位置 放那張牌 好 先找一張 哪一張放到我的手上 不要看 好 OK 這張我現在告訴你 你要放在3號還是 哪一個號碼 2號 2號 你該不會也是2號吧 所以我現在把2號呢 放到這個位置 然後把 傑森的放在中間 沒問題吧 好 OK 各位還記得 我說我這個魔術叫什麼名字嗎 我好帥 沒有錯 各位觀眾朋友 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這個魔術就是 為什麼 怎麼會 你們自己選的對不對 當然 傑森你可以看一下裡面 絕對沒有這三個英文字母卡 都被你們拿掉了 全部都沒有對不對 有嗎 今天要非常謝謝冠林老師 再次來到魔法小學堂 給小朋友帶來這麼精采的表演 謝謝 謝謝 是的 那今天呢 魔法小學堂 也有講好多好玩的魔術 小朋友在家裡 也可以動手試試看囉 魔法小學堂 下課了 大尾 拜拜 拜拜